今天是3月21日 各位好 現在等多人多明報送上530新聞 打麻雀要有牌品 駕車也要有品 賓頓是一個男人 因為路市不合格 就駕車亂撞人 這些就是沒有品 專家讚聯邦政府 聰明 懂得用TikTok做宣傳 只不過 這次在TikTok賣廣告 那次又禁止政府設備用這個平台 就是雙重標準 滿地可古老建築物大火 消防人員挖出不明身份的女師 不知道是否就是來自美國的華裔神經病學家 警方說昨天下午4時11分接報到場後 發現了兩個25歲的男子重創受傷 兩個人隨即被送往醫院 一個人性命隨危 另一個人沒有生命危險 至於案中的死者 就是稍後時間被人用私家車送到市內一間醫院的人 他在醫院裡經搶救無效後死去 案發後 有幾個人逃離現場 其中有些人是坐車走的 有些人就逃步離開 但是到底他們是涉案的疑犯 或是目擊者 現在仍然有待調查 警方目前正是努力確認這些人的身份 警方相信 案件裡最少涉及一部汽車 警方現在正是翻查商場的閉路電視 我是RD Up 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省最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 Town是你的首選 灰省舊滿地可一棟三層高的古老建築物 上週四發生大火 導致一人死亡 九人受傷 六人失蹤 今天確認 失蹤者入面包括31歲的華裔神經科學家吳安 他在到滿地可參加會議 行前向朋友表示會住在位於德尤維爾廣場 一間古老的大樓裏 而目前在火災現場 找到一具女子死者的屍體 並在星期天由廢墟中拖出 但當局表示死者的身份仍未確定 吳安在中國的父母目前正在等候消息 由於現場找到的女死者身份未確定 所以吳安的父母仍抱著奇蹟會出現的希望 吳安的朋友表示 他到滿地可出席2023年電腦和系統神經科學大會 朋友形容他是一個聰明又前途的神經科學家 另一名有人劉思佳說 吳安在神經科學領域很有名 他的失蹤在業內引起轟動 吳安於18歲時 在邁阿米大學畢業並除博士學位 之後在聖地亞哥的加州大學找到工作 他說他現在失蹤了 每個人都很傷心 特別飛到滿地可尋找不安的友人曾玉坤表示 真是令人好心碎 我仍然在努力搞清楚發生了些什麼事 吳安的阿姨通過翻譯表示 吳安的父母原本計劃下週飛往滿地可 但他們至今仍未取得簽證 阿姨說 全家人在事發以來都難以入睡 自希望有奇蹟出現 在這場大火中仍然失蹤的9個人 滿地可警方說 相信失蹤者目前仍然埋在這片廢墟中 當局出動了無人機有高處堪查現場 確定死傷者的位置 之後再制定一個救援計劃 用蜜豆車將死傷者由廢墟中拖出 經過大火之後 起火的古老建築結構不安全 最上面的兩層必須拆除 消防局地區總長說 我們將於今天開始拆除二層和三層 並繼續在廢墟中尋找 和希望解救出更多的人 警方表示 現場調查可能至少需要一周的時間才能完成 可以說是越來越難 考車肥了拿不到正式的車牌 實在又令人很激氣又很沮喪 但是考車肥老之後 生氣到好像這個賓頓士男子一樣 搞出這麼瘋狂的行為 那就比較少見一點 結果他正式車牌就未拿到 已經被警察落安控告他危險駕駛 瘋狂駕駛等的罪名 並且要停牌30天 汽車也要被扣押14天 下9月5日還要在桂湖市法庭過堂 這件事發生在安省桂湖市 當地的警方說 昨天下午4時 一個36歲來自賓頓士的男子 知道自己不能過程後 就開始破口大罵下排中心的職員 鬧夠了 他上車了 但不是開車走 而是踩油加速駛過停車場 接著還駛過一條行人路 差點撞到四個徒人 接著他坐在車裡 開始玩燒胎 即是burn out 令到車胎不斷高速轉動 發出大量白煙 這個時候 警員已經趕到現場 將他拘捕 然後落案檢控他 這個人脾氣這麼醜 如果他真的拿到車牌開車出街 他自己 和我們 似乎都要小心點 明報馬經版已經全面上線 每天更新 又準又快 除了詳盡的馬匹介紹 神初分析 還有馬平家為你提供獨特的貼士 明醒你了 請即瀏覽明報多倫多網站 的明報馬經專頁 雖然加拿大政府已經禁止 在政府運營的移動設備上 使用視頻社交軟件TikTok 聯邦政府繼續使用這個軟件做廣告 宣傳政府的政策 這樣的做法 不用問都有人批評 是雙重標準 不過安全問題是安全問題 宣傳效力是宣傳問題 所以也都有人稱讚聯邦政府做法聰明 加拿大隱私辦公室發言人就反駁批評 指這些廣告是宣傳政府有關公共安全 軍隊招募和打擊網絡虛假信息等主題 因為是通過第三方廣告機構發布 所以是安全的 多倫多大學通訊文化信息和技術研究所副教授說 這個做法似乎有些雙重標準 一方面禁止政府僱員使用 另一方面允許使用它接近加拿大的年輕人 馬馬斯特大學數字社會項目 公共政策執行總監就更加說 我不認為使用納稅人的錢做這個是正確的 去年聯邦政府在TikTok上做廣告宣傳的投入 是170萬元 多倫多網絡安全分析師就力排中二 反而讚賞使用TikTok做廣告是聰明的 因為TikTok在世界上有超過10億的用戶 除非政府禁止全加拿大人使用TikTok 如果不是就沒有理由放棄這個軟件 在加拿大 安省、士高沙省、紐賓紹易省和灰北克省 已經停止在TikTok做廣告 紐芬蘭拉布拉多省、愛德華王子島、 曼尼托巴和Alberta省 也都取消了TikTok做廣告的計劃 沙省和卑斯省依然在TikTok有廣告 但沙省表示已經暫停未來投放廣告的計劃 對於外國干預加拿大聯邦大選的問題 現在這把火由中國燒到印度 加拿大的石克教民團體聲稱 不要只釘著嫌疑最大的中國 印度政府亦涉嫌干涉加拿大的政治 賓斯省的石克教聖堂委員會代理發言人申格 指責印度政府干涉加拿大政治 包括派人滲透到石克教徒聖堂 在社區招募善人和內奸善風點火 欺騙性地把印度的罪述插入加拿大媒體報道中 並且影響加拿大外交官、安全官員及國會議員 這類行動的最終目標 就是抹黑石克教徒對加拿大哈里斯坦運動的支持 沙省說他希望聯邦政府進行公開調查 以了解印度情報部門是怎樣使用領事館及大使館 以及他們是怎樣在僑民社區運作 石克教團體的呼籲 看來聯邦的執政黨、反對黨都沒有空去理 大家都在集中搞緊去查中國有沒有干預加拿大 總理辦公室今天發出的聲明說 幕僚長特爾福德同意 就外國干預本國聯邦大選事件向國會委員會作證 聲明說 雖然就外國干預進行的公開作證 會因涉及敏感情報而受到嚴重製造 但為了給議會發揮應有的作用 特爾福德同意去到委員會作證 就在總理辦公室發布聲明前幾分鐘 新民主黨黨領總緬成公開表明 如果杜魯多政府拒絕給特爾福德作弓 他會與反對派一起 對有關的議案投贊成票 而這個所謂有關議案 就是今天稍後會在夏議院由保守黨提出 他們會要求特爾福德最遲 在4月14日到道德委員會作弓 同時也要求多名內閣部長及官員 包括副總理方惠蘭、公安部長馬首樂 以及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局長 去道德委員會作弓 多倫多市今晚最低氣溫是攝氏1度 明天最高氣溫是攝氏6度 但多倫多地區明天的普通務原汽油價格 會升一仙 每公升142.9仙 正在保釋其中 被控港區國安法 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支聯會 前副主席何俊仁 今日被警方拘捕 據了解 何俊仁被指涉干擾35家初選案 在囚證人的家屬 意圖影響有關政人作供 違反了保釋條件 何俊仁去年8月獲准保釋 當時 國安法指定法官陳仲恒批准他的保釋條件是 現金70萬 他的女兒和弟婦人士擔保各20萬 期間不得離港 須交出所有旅遊證件 另外 須遵守凌晨凌時至早上7時的宵禁令 每星期去警署報道三次 必須居住在現時的地址 更改地址前要通知警方 何俊仁也不能直接或間接以任何方式作出、發放 或轉載任何可能被視為違反國安法或在香港法例中 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言論或行為 亦不能直接或間接以任何方式聯絡外國官員、議員 任何級別的議會成員或其他服務於以上人員的人 法官當日在散庭前對何俊仁說 讓你保釋 你不要證明我做錯了 而律政署的檢控專員是做對了 加拿大華人經香港轉入內地 下個月又恢復多一種交通工具可以讓你選擇 來往香港及內地的高鐵 下個月1日開始重啟跨省列車服務 星期四即23日開始發售車票 並且增加5個新站點 包括常平、維州北、河源東、甘州西和盛方 港鐵說 根據內地最新的安排 高鐵列車將在部分路線及站點有改動 其中西九龍站來往上海紅橋的列車 將會採用新路線 途經維州北、河源東及甘州西站 相關行車時間亦會縮短20分鐘到8小時 每日會有四班車來往西九龍站到廣州東站列車 就會不停東莞站 改為停靠新增的常平站 由天津西站南行去到西九龍的班次 就會增加停聖方站 維州南站及維州東站 由下個月10日開始 分別改稱為維陽站及維東南站 維州北,河源東匐東 放棄中 旁光 Dave,河源東 就會重用新vie 放棍中 從大部分 放棄中 是你動我 一家人 最重要的是你動我 一家人 不是那些小鳥過來 自殺的那些小鳥 太好聽了,要下來聽 我有信心嗎?千千 加油,姐姐 唱什麼唱?一家人嗎? 在那裡跌倒,在那裡起婚室 不然就在那裡起婚室 唱成家人嗎? 你喜歡嗎? 跳舞街吧,超級… 我起了一半 加油,不要再睡 我起了一半 這樣計成吧 是否會死得 我起了一半 歌曲 一起唱 我起了一半 收拾 黃金的歌詞,風裡而日 愛吃小慶風,兩句安慰 他更不想我多如懷 一半 天下遠遠,世間會隨轉 如果唱歌,就不醉了 大家覺得合格嗎? 謝謝 現在正式評分的時候 大家認為他可以擺脫這個 波音的星號 打個關頭來看看 打個關頭嗎? 親過關頭 親過關 大家認為可以嗎? 可以 但是…不,只是這樣 覺得不行的話 很有誠心 大家覺得不行的話 就站在那邊別動 很漂亮 你們的板垂是否已經吃到現在 你知道我一定會問這些 你吃嗎? 你吃到現在 你吃到現在 你吃到小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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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可能是皇上 でも那邊是否還能繼續支持你 你想他又不來,我叫他不要 我插手他們來 女兒覺得怎麼做嗎? 女兒覺得怎麼做 女兒是什麼,自生自免 自生自免 你不如訓練他做歌星 是嗎? 可以教他嗎? 他勉強 教他兩位 那是甚麼?摩陰露露 摩陰露露 行不行 烏雞嗎? 烏雞 烏雞已經盡力了 盡力了 搶不上學生 是呀,烏雞還不錯 太人就偷著她 有請關淑儀過來 找到她嗎? 她去了一個島 叫她找不到,叫她沒有人找到 你打算隔幾年再去嗎? 我希望近一點,過兩個月 是嗎? 第二嗎? 第三 是呀 其實那期最重要的 現在 我初初七年開完 我一直有疫情 一直等不到 紅館的期間起碼要一年前 也預約不到 但現在多了這麼多場地 這裡好像今天也有四、五個演唱會 四個 四個 通圖四個 證明場地多了很多 我們試過今天這個場地 哇,我很喜歡 整個好像鬼佬秀 我覺得她不小 因為她開放 會否搞酒佛巡迷那些 酒佛…已經有人問我 去哪裏 去哪裏? 周圍 你會否帶著一家人去找食 不需要 整家人 我看完這個表演 睡幾天再看看手頭的工作 因為有很多東西 對著了 對著了 多謝大家 一直以來支持明報530新聞直播 我們台前幕後一定會繼續努力 將新鮮滾熱辣的新聞送給大家 如果觉得我们做得好的 不妨送几粒猩猩给我们以作鼓励 办法很简单 只需要在Facebook网站的Stars购买猩猩 然后在我们视频的左下角 点击猩猩标志 多点升我们 让我们可以用更好的设备 更多的人才 发掘更贴地 更过瘾的新闻送给大家 明报530 陪你每日度过530